画面中 小狮子辛巴正被一群猎狗给盯烧上 猎狗紧跟其后一路追到悬崖边上 辛巴不慎掉落下去 大家觉得辛巴还有生还的可能性吗 咱们接着往下看 真没想到辛巴竟然还活着 一块岩石救了他一命 他漫无目的地在沙漠里走着 又累又饿地他突然晕倒在地上 天空中飞翔的秃鹫们见状兴奋不已 纷纷飞了下来 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免费的午餐 正准备享用的时候 一只游猪火速地冲了过来 吓得他们惊慌失措 仓皇而逃 被救的辛巴一路跟着游猪来到了他们的家园 游猪一边走着一边介绍自己的家园 这让辛巴兴奋不已 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其他的动物们见到辛巴后 吓得四处逃窜 随着深入的了解 慢慢地森林里的动物们 也都欣然接受了这位特殊的朋友 辛巴也跟在大家的后面尝试着做许多新鲜的事情 辛巴在朋友的相互帮助下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 开心地长大 而辛巴曾经的家园正在遭遇着磨难 自从父亲离开后 狮群就由他的叔叔把战 心狠手辣的叔叔坏事做绝 可这一切辛巴浑然不知 一天游猪带着伙伴们在森林里散步 突然一只母狮窜了出来 吓得他们四处逃窜 母狮跟在游猪后面紧追不舍 游猪被逼到了道路的尽头 眼看着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 就在这时 辛巴火速地赶了过来 瞬间和母狮扭打在一起 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之后 辛巴竟然发现对方是自己儿时的朋友 娜娜 朋友见面格外的亲切 一番寒暄之后 娜娜讲述了失亡死后失群的变化 他们的领地现在被辛巴的叔叔弄得乌烟瘴气 已没了往日的朝气 许多的动物都惨死在他叔叔的手上 辛巴听后也是气愤不已 于是跟着娜娜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准备拯救整个失群 大家觉得辛巴最终能战胜恶势力吗 下期待你解锁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